《鋼琴家》 王希韻、李子朗和李嘉玲 會分別演奏貝多芬第五、第六和第26鋼琴奏鳴曲 其實這作品真的很早期 是Opus 10 No.1 其實真的從小聽到大 也很多人彈 甚至我讀書的時候 有調查過這作品 所以其實在腦裡 就覺得很理所當然 就是這樣的一首作品 但是因為今次錄影 我就重新去再看這一首作品的時候 我就不停要提醒自己 要當它是一個新的作品 我沒有聽過這樣去看 那時候就發覺其實很多東西是很有趣 也都其實如果不認識這首作品的時候 是覺得很多東西是不應該這樣發生的 在那個時代 就好像第一個動作 它的情緒的轉變是很快的 一開始的時候是很激昂或者好像很憤怒 但是只是半拍的rest之後 立即就變成了一個很驚青 或者很想退縮的一個性格 不停在很短的時間會發生很多的character 然後去到第二次動作 也都有很多的很 unexpected的harmonie 甚至有一個地方是 Beathoven一直都沒有去resolve的 就好像懸掛了在半空那樣 甚至好像去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但是Beathoven 他真的很聰明地 用他的辦法去一步一步地帶人去走在地上 去到回家 這些都是我覺得Beathoven 很盡力去創新的東西 在這首《Sonatas》上 有人會覺得我可能彈琴的手 是比較放得平 跟其他的Performance有點不一樣 可能是對於我來說比較自然的這件事 可能因為他的手不是特別大 而且我覺得我這樣彈的時候 那個聲音是我更加喜歡 但我都不是不停永遠都是扁手指這樣彈的 只不過可能看上去 好像我經常都會這樣 但我會覺得我會覺得你不停永遠都是不會停留的 在這首部好看的 然後大家會覺得我會有的 在這首部好看的 因為我這樣彈琴的 你不會停留的 只有我這樣彈琴的 我會覺得你不停留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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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